哈喽大家好 我是煌煌 我们现在继续来打火焰这门章 最后第一章的最后一个boss 那么之前我存档掉了 后来我又重新练起来没办法 然后我的钢盾也没了 那么我现在练到了强度479 主要是练了魔女 就是为了我的这样一个谢尔克 主要是为了我的拿着龙盾做准备 但是我也不能确保一定能拿到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来一起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龙盾 在不要过分练及的情况下 是不是能拿到龙盾 确实是个比较挑战的一个关卡 那么就来打这个地方 这一关难点的话就是要拿龙盾 拿龙盾的条件就是把这个男爵杀死 但是的话不能够把这个侠客杀死 但这个侠客是会主动出击的 那怎么办 通常的做法是把这个侠客 引到这样一个胡同里面去 然后一旦你不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的话 他就不会去出击 然后他就会卡在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慢慢把男爵磨死 通常的话你需要用飞马骑士 一路把他引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去 然后飞马骑士可以通过地形 无视地形飞出来 那么他就卡在里面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 我们可以把男爵磨死 所以说的话你的飞马骑士 要不能太脆 然后攻击力也不能太高 不能把他打死 也不能被他打死 所以说我们来再试一看 那么第一个难点的话是这一块 这块的话是有这个弓箭手 而且这个城堡的厚度是两格 一般性的远程攻击打不到 只有弓箭手可以打 所以说你要先把他这些弓箭手消灭掉 再去打其他的打兵 那么这一关的话比较重要 就是弓箭手 然后还有这个修女 还有这个飞马骑士 飞马骑士是用来诱敌的 你一旦转着之后的话 你就会很轻松的把他这个圣骑士杀死了 杀死之后的话 男爵就跑了 你就拿不到龙盾了 所以这是一个两个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他人先可以突击一下 之后的话就不要再移动了 先等这边把这边砸兵全清空之后再移动了 都没命中 这边先不要动 可以先把这个圣女还有骑士移过来 这些可以到时候可以帮你稍微分担一些 其他人就不要移动了 免得在诱敌的时候误碰到你 人太多不好弄 没得到还好 这边尽量先不要攻击他 一旦你攻击他之后 他血少了他会逃跑 我们最好等他来攻击我 然后我在有主动权的时候再去攻击 那么我现在攻击这个枪兵 先把枪兵干掉 他你这个也会逃去补血 也不好 先这样吧 尽量先把弓箭手干掉 弓箭手比较讨厌 好 又干掉一个不错 他要去逃出去补血了 然后我也打不到他 这个射程超过五个了吗 12345超过五个了 这个不太好 这个不太好 再等一回合 把这个弓箭手消灭了 我们再其他人再一起出去 这个他要去补血了 让他让他去 我们还是先打这个枪兵 不好他就这样没有打死 没有打死他又会逃去补血 这个比较讨厌 那就也只能这样的 不管了 两次都没打中 继续打 他去补血去了 这个不影响我 只要不要让这个弓箭手逃掉就可以了 好弓箭手消灭掉了之后 我这边的其他部队就可以跟进了 这个好 让他去补血去了 那么其他部队就跟进 主要还是这三个人 主角 骑士和这个修女 其他人先不要懂 弓箭手也可以 帮忙忙 他可以远程射击 还是可以帮你消灭一些目标的 先等把这个圣骑士引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去 然后再开始 看看这边能不能把它引下来 算了还是不要冒险 就这样 好这边我要把这个骑士引出来 他可以走八格 12345678 这边可以攻击到这个 我们先尽量的从移到边上去 这样的话 把他引到最边上去的比较好打 从这边开始引了 这样的话 我只要用两回合就可以把他引进来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其他人先带进不动 就是他会进到里面去补血 没动啊 那不管我这边先先飞过来 好我要算一下他移动距离12345678 他可以到这边我然后我躲到这个格子上 然后他就会来打我 希望是这个侠客先动手啊 这样的话我两回合就可以把他引进 引到这个这个地形里来 好他出击了 音乐也变了很恐怖啊 他说死吧 受死吧 他打我三点血 我只能打他异地血啊 这样还行啊 我至少可以承受个几回合 这个无所谓 然后我就把它引进来 引到这沟里面来啊 那么他8个12345678 那么我走到这边就行了 然后再把它引到下面去下面来啊 这样的话保证他不会出来打我 我能走期的他可以走8个 这样就行了 好这条就没问题了 然后我飞马可以飞出来逃出来 那么其他骑士打我的话我也不用怕 其他人现在可以突击了 其他杂兵我现在就不怕了 所以我其实先飞回来 飞回来 然后去补点血 然后去补点血 其他人现在可以突击 这个有个魔法师得当心一点啊 还行 8点攻击力 就不知道这个男爵会不会主动出击啊 我们来看一下了 我可以把这把雷剑交给主角 让主角去冲在前面 那这个飞马骑士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么他可以把这个皮盾交给这个修女 修女的话 然后可以和男爵去肉搏 他怎么冲到前面去了 男爵出来了 危险危险 应该不会死吧 还好没有死掉 好 这样的话 男爵现在被我引出来了 引出来的话得当心一点啊 他这个皮很厚啊 那么还 我们可以先啊 让这个白魔法师呢 修女的先去生一点魔弹石出来 啊 生一点魔弹石出来 虽然没什么 呃 没什么用只能打他一点血啊 但是呃 可以去耗掉他一点能量吧 这个魔弹石现在要比比我现在的战斗力要长得多啊 而且可以生了好多个 呃 应该让他多生几个的 那么其他人先推到推到后面来 好 那 headed 那 我破灰先上去顶着 8 炮灰先上去顶着 耗掉哪诀点 hp ibilidad 再去打男爵 而且男爵会回5点血 这个魔战士是可以超比杀的还是比较强的 送血 我现在可以看看能不能打男爵 紧张时刻到了 只能打8点血 但是至少比没有打没有伤害好 然后这个弓箭手的话也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的 虽然只有1点 每次2点血 这个主角的话我可以用雷剑也可以打他1点血 这个就是外战里面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你攻击力没有别人防御力高也可以打扫人伤害 但是只能一点一点慢慢的剥 还好我有这个魔战士炮灰 至少不会死掉 这点炮灰应该够打他了 暴击 他就死了 这格子空出来了 还是很刺激第一张就有这么强力的boss 他去抄底 暴击 魔战士真的超强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间接攻击的人 没有了 我最好等下一回合 因为这回合万一他被魔战士打死了 我不知道我的道具能不能拿到 所以说等他小于8滴血的时候 我再用天使魔法去打他 现在9点血比较危险 然后我这边已经没有可以 没有可以这个间接攻击的人了 这个飞马也打不到他算了 那就等下回合吧 有了 每个人他打两点血就可以打到6滴血 那么应该是稳的 他为什么不去打男爵啊 这个有点怪啊 好 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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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要剩6点血 我试一下能不能把他打死啊 好 打死 打死 龙盾到手了 100点经验值 刺激 好 这个 圣骑士就会 就是侠客就会撤退啊 那剩下来的话就 应该就比较好打了 其实不打也可以啊 直接交给魔战士也行啊 终于打完了 这魔战士应该会把我把他清掉吧 那我就完成了 好 那他第一张就算是打完了 那么 我们就可以进这个城堡 那么城堡里面有这个道具啊 这个道具有个宝箱 宝箱其实也可以不可以不难 我们可以等到第二关第二张女主角女主角 女主角打完之后也会到第一张城堡 在这时候让他去哪吧 我们这边男主角的道具其实用不用无所谓啊 这是麦森你和他对话之后就会进入第二张 我们看看这边右边还有什么 先看看会是什么情况 这边应该就出去了 出城了 那么现在的话第三张地图还没开啊 所以说没用 先回去和麦森讲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张了 这里面宝箱里面应该是一把这个骑士 骑士之枪啊 就是对骑士有特效 我们就和麦森对话进入第二张 那么第一张就告一段落 那么第三张的替操 就是对骑士之身的一把他身体的疑劣 那怎么办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呼喷 就是对骑士之间在 这四个走吧 第一章完成了 是不是要记录 是记录 那么我就会进入第二章 第二章是女主角Celica的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来讲第二章的故事 这个是诺玛 也是一位神官好像是 那么我们先记录一下 那么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是花 拜拜